今天我想就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简单地把它整理一下 就在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 世界上出现了一些青铜文化的中心 那么我们中国是其中之一 我们相当于夏桑这三代 是我们中国的青铜时代 里面最最辉煌的阶段 我们称为叫鼎盛期 就是三代中期盘根千英到西周的 这个昭王牧王 我们许多最杰出的器物 四目大方顶等等 四样方顶都在这段时候出现的是典范 到了春秋末期到战国末期 这个青铜心走向退败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杰出的作品 依然在闪耀着他们的光辉 同气呢 我们到后来就成为我们中国礼乐文化 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我们在既是天地既是祖先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铜来制作我们的礼器 来表达我们的人文的理想和信念 那么这个中间呢 我们的乐器有八音 金石诗足 跑土歌木 里面的金就是拿它来做的 编钟 是这个乐队里的国王 那么我们想争合于编钟呢 一钟双音 在全世界所无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 已经是有十二个半音 我们已经能够玄公转调 这个也是让我们深感自豪的 那么应用在工具上面 包括兵器上面 我们这个时期呢 也体现了非凡的智慧 一个是出现 双色剑 这个剑使它具有杀伤力 同时呢 它又非常的具有韧性 这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铜器上的装饰 我们有零形的网状的花纹 这个记忆一直到今天 也让我们赞叹不已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是会讲到 这间铜器 往往在一些非常细小的地方 显示这工匠的绝活 最突出的就是在剑手上面 我们现在见到的11个通行员 最薄的只有0.2毫米 最后的还不到1毫米 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精密的东西是怎么样做上去 我们到今天还找不到一个令我们特别满意的一个答案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希望你对中国的青铜文化能感兴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u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